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巧夕Crystal的Aileen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Aileen你好 你好 那想请Aileen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来自于哪边呢 来自于我自己在内心最低潮的时候 然后我也很需要被疗愈 所以当时遇到了我人生第一颗天青石 然后感觉它带给我满满的疗愈的能量 那当时我并不知道它带有能量 所以我后面就去学习了这个天青石 到底它为什么会带给我这么强大的温暖 跟让我可以情绪变得很稳定 好那想请Aileen跟我们分享 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挫折的话比较像是跟我的理念以及跟伙伴的沟通 还有宗教比较有相关性 对因为当时的伙伴其实是有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宗教想象 甚至有不同的想法 那我当时的理念是我喜欢塔罗啊占卜啊占星灵性成长 但是我的伙伴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教义上面 他们就会去拒绝说 哦我这个我不想提到宗教 哦这个我不想提到有待任何疗愈 所以当时就有一点卡关 就有点瓶颈觉得 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 让他们知道水晶其实是不分宗教的 嗯是因为其实水晶主要是说可以希望说可以舒缓人的不管是情绪啊等等这方面深情灵的部分 对是的 好那我想请Aowyn跟我们分享说 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嗯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嗯在我在我想要做这一款七脉轮的手穿的时候 因为这个七脉轮手穿的诞生是在于说我自己突然有一天发现在冥想的时候发现我下三轮没有开 但是透过冥想你可能只能让这个地方不要这么暗淡 那我最后就觉得说大家在做手穿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元素加进去 那我会希望说真正实际有带给客人有疗愈 跟我真的觉得带了我有感受到这个能量 那实质上客人有给我们这样的反馈说我们现在不能不带了 所以我就很开心就觉得很很满足 是好那想请Aolin跟我们分享说 那你觉得你的这个企业核心价值是希望说可以传递给顾客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我想要让他们感觉到信任跟用心及温暖的感觉 嗯对因为这个品牌的本身的包装是比较商业 那我会希望透过人性化的管理 然后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包含在最前线的客服端就可以呈现我们的人性化 传递温暖 嗯对 是好那想请Aolin跟我们分享说那你们目前所提供的这些水晶的系列有哪一些呢 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最早之前是圆框就是这些圆框的话有用在一些设计啊还有建筑产业 嗯对然后他们会当摆件正载 然后像水晶球的话会有人会用在冥箱以及身形灵的产业像占卜啊疗育师等等的 然后透实钢的话就是居家摆件就是人手可以得到一个就是可以进化甚至手窗可以放在上面做进化 嗯对然后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视频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客制的那个漆脉轮的设计款 然后针对不同的漆不同的漆脉然后你们可以感受各种不同的情绪各种不同的疗愈 然后我们还有蜡烛就是也是针对漆脉轮还有香味有些人不喜欢戴手串的人可以在家里面就点蜡烛 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当天的身心的放松 嗯然后像这像金柱型的话他比较像是在冥箱的时候会用到的 比如说你想要向上或者是向下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冥想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吃水晶当做一个媒介 然后可以传递你想要往上的讯息或者往下或往外或往内 哦对所以其实这个指尖性就是和他传递能量的一个方向 是嗯所以像金柱的话也是我们很就是很多人会马上喜欢的 因为其实有些人会不喜欢刁件刁件就会觉得不够自然但是其实这一些他是用途都很多很多不同的用途 很多不同的用途其实都不要局限自己说哎我喜欢圆框还是喜欢什么 是对所以这个水晶是刚刚像您说的可以拿上他的方向上下左右这有点像是有点许愿的感觉吗 嗯就是当你每天花10分钟你在冥想然后许愿的话是你想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求事业想求感情 或者是想求疗愈我自己身心灵可是首先你要先知道这个东西是外在还是内在的 嗯那假设这个东西是内在的你必须要直接向着自己 嗯然后你在冥想过程当中就说我想要更了解我自己 对然后你就要传你就是要想像说哎有一个水晶或是一道光从外面然后进来 然后可以洗底你的身心灵然后你才能感受 假设你内心其实是很满很多东西 可是你没有把它放掉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感受很多东西的 嗯对是比较灵性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对像是这一个就是有有方向性 那像这个一球的话他就是无限 所以像比如说有些人想真的求求人员他们就会买粉金的球 放在那个位置就是无限放大无限的贵容线的桃花 是对对因为其实水晶其实也都是需要透过进化的嘛 那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进化的话我们现在有鼠尾草就是我们有很多方式 像海岩鼠尾草日光照射月光也可以 嗯就是鼠尾草的话只要这样子点用火点它之后这样子熏陶它们就可以了 对那甚至我之后我们也有出一款进化的蜡烛 你只要点蜡烛就可以了 嗯对就不需要说好像还要特别有好的味道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个味道他们自己会觉得 哦不想在家里烧东西 嗯对那我们像也有圣木啊 如果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听流水声 或者是你带着他们出去外面晒太阳 是哇这都是一个很棒的就是抒压的媒介的方式 对是的 那我想请Evoline跟我们分享说 那对于公司的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呢 嗯目前短期的话我是希望以用电商的部分 想要普及水矿的普及性 让任何人直接上网就可以看得到水晶 因为以往的方式是用贴文邀请 或者是你要抽钱才抽得到 但是我希望可以让大家先看到水晶 而知道说其实这个水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得 就算很难得可是我有缘分我才能够得到它 嗯对我想要先普及这一块所以走电商的方式 是那中期的话我会希望着重疗愈课程 让大家可以透过水晶然后可以疗愈自己的身心灵 嗯以及呃吉塔疗愈啊独角兽的疗愈啊 还有任何就是塔罗啊心灵之上的这方面 灵性成长的一些课程 是对然后疗愈自己的伙伴 疗愈自己的家里面的人 然后甚至可能去到外面的时候 可以疗愈同彩之间啊的关系人际关系 嗯对那晚期希望就是可以做一个身心灵的空间 那这个身心灵的空间就是有我们的水晶的展示区 还有我们的咖啡厅 然后以及二楼式工作室 然后三楼四楼的话就是一个灵修的一个空间 可以走课程可以走疗愈水晶波 嗯是好那想请Elven跟我们分享说 那假如说今天是一个年轻人他想投入这个领域 又或者是说他想要创业的话 那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呢 嗯做就好不要想太多 有有想法的时候要立刻行动 嗯对与其与其计划还不如赶不上变化 还还就是让自己身段放低迎合这个时代 然后去创作他就是把自己的想象做出来 对是应该说现在 不管是很多年前或者是创业主 其实在开始的过程可能就会非常的犹豫说 我这样做是不是会成功呢 会不会遇到什么挫折 那其实真的是你就是要做就对了 因为你做了你才知道说你会是成功的呢 还是失败的呢 那就是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嘛 对那就是你有做那你就有机会成功 对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兴邀请到 巧西Crystal的Airling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那我们就谢谢Airling 谢谢谢谢 好呀 好呀 こう呀 Impossible